这里面讲的是什么 他说第二节说 你们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你们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纯心谦卑 纯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再讲一遍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好的 感谢主 那么这个 又是一波的高摩上来了 这是神的话 弟兄姊妹把它背下去 把它背下去 把它吃进去 瘦瘦瘦瘦瘦 因为信道是从听道 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 感谢主 赞美主 当我们把神的话背进去的时候 好像在灵里面吃进去的时候 那个话语的灵 也会跟着我们进去 怎么说 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他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那么因此 当我们把生命吃进去的时候 那个生命就会在我们里面 产生作用 而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这两句话 这个 那么 我今天从第三节开始讲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那么为什么会讲的这些事情呢 因为当时在教会被成立了以后呢 弟兄姊们并不了解 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路 因为那时候新约还没有出来 那次是菲利比当时写给 这个保罗写给当时菲利比教会的信 那么因此呢 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呢 这个新约 大概是在门徒们过了一两百年以后呢 圣徒才把他们写的书信 把它聚集起来 把它写成一个新约的神经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大家并不了解 什么叫十价的道路 那么十价的道路是什么呢 十价道路就是一个舍己的道路 这个己是特别难赶的 特别难赶的 那么凡事不可接党 那么会不会有接党 会有的 比如说 大家是这个 比如说是做生意的弟兄姊们 会容易跟做生意的弟兄姊们在一起 那么在政府的军公教的人 可能会喜欢跟政府军公教的人在一起 在外面这个做什么呢 就容易在一起 那么在一起也就罢了 那可是怎么样呢 在教会里面慢慢慢慢的 什么样呢 就会有私人的企图性就进来了 什么叫私人的企图性呢 就是说 有人想高举自己 高举自己干什么呢 那是因为孤儿的灵 为什么呢 因为他需要别人给他的注意力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从父 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 得到足够的爱跟主义力跟关怀 所以说呢 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形 我记得我小的 这个两个孩子小的时候呢 这个老二比这个老大小两岁 那么这个老二呢 一直到一岁到两岁 有时候我们还会喂他吃饭 因为那时候在开始长压 所以我们要把他的饭呢 要用这个压碎剂 把他这个菜都煮了烂烂的 把他压碎了以后 再喂这个老二吃 那个老大呢 就是四岁了那个时候 那四岁了怎么样 他可以自己吃的 那么你看我们在给弟弟来吃饭的时候呢 喂他慢慢吃慢慢吃 这个老大呢 弟弟哥哥就吃醋了 怎么吃醋呢 就看到他过去用这个手啊 抓到弟弟的两个嘴巴 两个夹就开始拼命拉 拼命拉 那么这个 我就说你怎么去拉 这个弟弟的脸这样子拉呢 为什么呢 他用手去打他的脸 打他耳光 当然不是打得很重了 不过但是这个 这个因为孩子小嘛 为什么呢 因为他感觉到我们把很多注意力给了弟弟 没有给到他 他没有给到他 你看这个人呢 是怎么样子的 他很需要得到父亲和母亲的接纳 跟认可 跟肯定 所以说你看这个 他觉得没有得到父亲足够的肯定 没有得到母亲足够的肯定 他就会来这个有嫉妒 有真净 那么有嫉妒 有真净了以后 怎么就容易解答 那么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孤儿的灵 所以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在做 一直释放 你会赶孤儿的灵 因为这个孤儿的灵 要是进来以后 我们就没有安全感 这个孤儿的灵 进来以后 就是需要别人的认可 这个孤儿的灵 进来以后 就是没有安全感 因为怎么样 他觉得没有人管他 没有人供应他 没有人会去保护他 所以说你看 在一个团体里面的时候 你看常常会增进 增进什么呢 增进要得到这个上面的 给我们的这个肯定 什么样 得不到神的 就想得到人的 所以得到人的 所以说 这个会什么 会有嫌媚 会有什么样 我不是说我们的团队里面的 弟兄姊妹 会有 但是人 只要是人 多多少少 可能都会有一些这样子 所以容易结党 结党 你看这个教会里面 有知识 有长老 有牧师 那么这个在教会里面 常常就是分门别类 分门别类 我看过 去过很多教会 我也看过 听过教会里面 很多的问题 那么你看摩西带领 这个以色列 出埃及的时候 就可拉一挡 就分门结派 所以说第一件事情 是我们不可结派 这个结派是什么 是不以神为中心 乃是以人为中心 不以神为中心 乃是以人为中心 才会结党 那么这个结党以后 什么就造成山头 就造成坚固的 因为在教会里面 因此呢 有时候这个牧者 在那里牧会的时候 这个团队也不能得罪 那个团队也不能得罪 该说的话也不能说 看了有错了 也不敢讲 所以这个教会什么 就没有一个正确的教导 或是讲出来了 什么样 弟兄姊妹的形态 又常如辞娃娃 什么一碰就碎 一碰就碎 稍微讲了一点 他这个有问题 他就佛秀而去 我用两条腿 十一路走给你看 为什么呢 这两条腿就离开教会 为什么呢 此处不留我 自有留我处 因此呢 这个在教会里面 你说大家要受教 那怎么受教呢 又不敢说什么 又不敢做什么 为什么总是怕得罪人 这个早是看人的情面 那你搞教会做什么 那时候有时候 又说的话 又不行了 这个弟兄 怎么一个齿娃娃 一碰就呢 就裂 一碰就摔到地上 就睡给你看 一哭二叫 那么还好 没有三张 这三就走出教会了 就是十一路开走了 这两条腿就开走了 所以说你看 这个凡事不可结党 那么结党以后 还会怎么样呢 成为这个暗流 而这个水在那里 流都比较有岩石 这个船一碰 就触礁 所以说教会 很多的事情 没办法进行 为什么 大家投票表决 那么这个 这个是 他们说是传统 我觉得这不是 这个不是神的传统 这是人的传统 把人的传统带来教会 代替了神的传统 你看神的传统是什么呢 这个第一个教会 是在使徒行传 十二个使徒来带领 他们有彼此祷告 有彼此有圣灵的印证 然后呢 因为他们怎么样 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跟过 主耶稣三年半 所以他们十二个门徒的 生命的这个层 这个层次 是应该相当 这个同在一个水平 或许有一些高低不一样 但是差别很有限 那么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就有一样的心思 跟意念 那这是什么 因为他们跟过 主耶稣基督三年半 他们成为神的门徒 他们听 他们看 他们学 所以说我们来的学校 是什么样 要学习到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这个是不容易的 就是大家的身量 都要成长起来 在一个很平均的水平上 这样才会有相同的意念 相同的看见 你看在教会里面呢 弟兄姊妹 常常会有不同的看见 不同的领受 那么后来我就问主说 那个弟兄姊妹 他们几个弟兄姊妹 讲的好像都有道理 但是层次不一样 那后来神就叫我 看见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怎么样的 这个飞机 有的飞三千尺 有的飞了三万尺 有的飞了 更高的是五万尺 那么看的情形怎么样呢 三千尺的 他飞的那个高度错 看的东西有没有错呢 他也没有错 他也看到他所当看见的 但是主说 你看那个 飞到三万尺的高度的时候 那看的视野就更宽广 就更远 三千尺的 他只能看到 三千尺的这个层面 那么在三千尺以外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危险 他看不到 那么飞到三万尺的人 就说 你不能再继续 往这个条路走了 这个条路再走 是不行的 那么三千尺的高度 就是说 我看的这个路 都是平安 为什么不能走 那么看到 飞到五万尺的人 看的又不一样 所以说呢 祖说呢 记得祖说是这样跟我讲的 他说若是每一个人到我的国来 都是说说自己的道理 那我的国岂不是乱 若是每一个人都到神的国里面 述说他自己的理由是对的 那神的国岂不是乱 那基督这一点很有道理 对啊 那三千尺讲他 三千尺的高度 看见 三万尺讲 三万尺 五万尺讲他 五万尺的 那他到底要听谁的 所以说呢 神的国什么 不在乎言语 乃在乎权柄 这个言语呢 不是说讲神的话不在乎 神的话永远是经科预理 是他的话 为准 他的话就是道 那么这个讲的是人的话 人的话是怎么样的 若是每个人看着不一样 讲的不一样 领受的不一样 那怎么办 神要给权柄 所以我们来的教会 我们顺服一个权柄 并不是因为那个人是十全十美 不可能 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只是说比较 比较好 比较好 因为没有义人 连一个都没有 是不是 我常常引用这句话 为什么呢 我也是来警惕我自己 我也不是 全然全知 这个完全圣洁的 我也是一个被神所恩典的 我们都是这个蒙恩的罪人 蒙恩的罪人 我们都犯罪 我们的罪 我们有罪性 他不需要教你 你就会撒谎碰了危急的事情 他不需要教你去抢夺 你看了有好多 你的手就会伸出去 这叫罪性 所以说你看神要把这个罪性的 从我们里面拿出去 可是要花时间的 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到什么叫罪性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 我们只看到别人的问题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被抵触到 为什么呢 我刚刚讲过 齿娃娃是什么 是碰不得的 一碰就碎 一碰就裂 为什么呢 都是自我中心太强 自我中心太强 什么叫自我中心 都是我我我我 他抵触了我 他违背了我 他干什么 所以说你看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一天到晚在福士头 就好像在走地雷阵一样 什么叫地雷阵呢 就到处都买了地雷 你不晓得讲了哪一句话 做了哪一件事 就踩了一个地雷 就把你给炸掉 所以说呢 后来主就说 你看 主就叫我看 当这个什么 这个他被审问的时候 这个大祭祀的仆人 就伸手打他的耳光 你看主耶稣怎么回答 他说我若说的对 你为什么要打我 这真是在休养到家了 我们这个东北人话 你不要说打我 你还没打我 什么那么一声 我这边拳脚就已经出去了 那行吗 你看比这个保罗怎么样 保罗是说什么 你们的粉丝的强 是不是敞开的坟墓 粉丝的墙 后来怎么样 后来神的大祭祀 就打他耳光 说你对大祭祀讲话 怎么讲话 他说好了 马罗你看 马上就 这个优惠 他说我不知道 他是这个大祭祀 应该圣经说 不可辱骂你的 这个百姓的长官 你看 他马上就谦卑一下 为什么 有神的话 在我们里面做主 所以今天我们要是 容易被抵触到的时候 当然有的时候 的确是人家 故意攻击 或是伤害我们 我们要学习颜量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 主持人 如果是你能够学得 谦卑的时候 你就不会这样 容易的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我很小 因为你的我很小 因为我们做事 看人都是 以我为中心点 我不是说你们 我也一样 怎么办 学 怎么学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知道 我们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看别人的问题 如果说你常常 被抵触到了 那我就问一句话说 我为什么会常常 容易被抵触到 是我的自我太大了 还是别人 真的是什么 恶意的攻击 而若不是恶意的攻击 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 去原谅对方 原来他就是 这样子的个性 他不但是对你 他可能对我也一样 有的人讲话比较急 常常会切断 有时候我也是一样 那我也感谢 我们在主内的同工 到现在还能够忍耐 忍耐我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常常会有 但是有时候弟兄姊妹 我们讲话急 把别人的话切断 我们就会觉得 不行了 我被抵触到 那这个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我们只有在神的面前 如果说我们自己 心存谦卑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的 你看 我常常在说一句话说 这个头抬起来 就容易被一刀砍掉 头要低下去 低的够低 那个刀挥过来 就卡不到这个脑袋 那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还有一句话说 枪打出头鸟 什么叫出头鸟呢 以前我小的时候呢 看到我父亲的一个同学 他是怎么样 他是用这个气枪 气枪去打这个小鸟麻雀 然后拿打麻雀 他怎么样呢 他就在底下 他是晚上 晚上到头上 戴了一盏灯 这个探照灯一样的 小的探照灯 他就会照到树上 那么一照到树上 这个鸟啊 认为以为是天亮的 就会把眼睛伸出来 张开来 然后呢 这个他就在底下呢 就用鸟 他会吹这个鸟的声音 像吹口哨一样 那么一吹的时候 这个鸟就探头 就斩了翅膀 就像开始要 站的树枝站起来 他一看怎么样 就用枪鸟 就把他打下去 所以说枪打出头鸟 那么同样的 这个仇敌是什么 什么枪打骄傲的人 枪打你哪一个 骄傲头抬得太高 自我意志太高 那你就会被揍 就会被打 你头低一点 就不容易被打 那个子弹就从你 导带上飞过去 所以说第一个 不可贪腐 虚伏的荣耀 什么叫虚伏的荣耀呢 这个在英文里面讲 是什么呢 是叫做 Vain Conceit Vain是什么意思呢 Vain这个字呢 就是讲的是个 虚空的 突然的 突然就是不实际的 conceit是自大 很多弟兄 有时候我碰到一些 弟兄姊妹 他有一次 就是说 我现在离开学校 为什么 因为现在学校 也人很多了 不需要我了 我就在讲什么 人很多了 不需要我了 那个是讲的 就是说 你没有给我一官半职 那我还留在你这里 做什么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也是 孤伟的灵友问题 需要别人的肯定 而不是说 用什么肯定呢 你不能用言语肯定 你就要给我一官半职 来肯定我的价值 我在这个团队里面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们这个团队的 这个各学校的领导也好 也不是我来选的 我都要去问上帝 这是上帝的学校 他不过是托付我来管 真正的老板是上帝 是主耶稣 是圣灵 是圣父 我必须要问他的 是不是 他能够让我来 这个领导这个学校 那也就是 卸足龙温的 是不是 有人说 哎呦 我不是你年纪这么大 还要跑来跑去 我第一件事情 我就说卸足龙温 为什么呢 到了这个年纪 还有工作可以做 那已经是不错的 相当好的了 而且身体很好 是不是 身体很好 医生检查我 他说除了你血压 跟胆骨醇高以外 其他的都像个 年轻人的身体 他说你是吃什么的 我说我是吃哈利路亚 我是常常放眼打工 放眼打工 招作自己 锻炼身体 益处还少 我有尽钱 却于凡事有益 所以说是怎么样的 我也常常也跟师母说 他说师母 咱们要享受 退休以后的生活 我说我现在就在 享受退休的生活 因为服侍神 有满足的喜乐 我到哪里 这个神都带我去 征战得胜的 在神命前得奖赏 而生命被磨练 被打击 有改变 有进展 感谢赞美神 为什么呢 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 长到基督长子的神量 所以弟兄姊妹 当时有人说 哎呀牧师 你们的同众团队 这个恩赐很强了 我跟你讲 这个恩赐都是从上帝来的 你把那个灵 神的灵 从先知的身上拿走 他就什么都不是 他不但是 不是先知 他也不是成后知 他成为不知 他成为不知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说你看到 这一切的恩典 都是出自神的 你自然就会谦卑 没有什么好吃的 夸的 要夸口的 就指着耶稣夸口 基督来夸口 为什么 都是出于他的 那天有一次 我跟这个 我们团队 曲老师 我们两个又去争战 把从地打得 修理得很过瘾 我们两个就很高兴了 正在高兴的时候 神的一句话就赐下来说 不要为什么 撒旦 服在你们权柄下而高兴 要拿为了你们的名字 记在天上的生命册 就很高兴 看什么呢 为什么神赐下这句话 他说给我们浇冷水 不是 怕我们自高自大 神这么顾念我 那怎么样 谢主能问 是 最近我们又发生一些事情 就有一个这个 上帝的仆人 出了很多的状况 我们就谈论他这个 结果神就一句话就下来 他说我不喜欢你们 论断我的仆人 他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怎么样呢 神还是不喜欢我论断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做事不是看人做事 我们是看神做事 我们看神做事 神怎么说 祂是道 你要记得 祂讲的话就是道 道是不能更改的 道也是永远不改变的 道是天地宇宙立地的根基 神的道是安定在天 不能搬动的 祂的道里面就是生命的道 所以弟兄姊妹 当他这么讲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伏伏下来 为什么呢 我们的口常常会有这样批评 这是我们的罪信 怎么样 神能够提醒你跟我 那已经算是恩典了 为什么 很多人都听不到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凡事感恩 当我们越感恩的时候 我们就越喜乐 感谢赞美主 他能够这样子教导我们 责备你 那还算你有福气的 我跟你讲 他把你看为重要 他才责备你有时候 你不够那个 跟他的关系那么近 他不会随便责备你 他说我所爱的 我比严加管教 有时候我犯了一个罪 到了天上去 被父神打了一条一关 我不怕讲我的自己的软弱 之后怎么样 我又回去找父神 我找父神做什么 我感谢他 我有一个爹 他管我 然后怎么样 父神就把一个 很厚的白色的绒毛的 这种披肩 就披在我的身上 他还是爱你嘛 他管教你 使你远离罪恶 你站在神的宝座面前 有的东西就不应该再犯 你不是刚刚信主 不懂事的基督徒 弟兄姊妹 我讲我的软弱 不是讲我的自己 不好的地方 还是要讲神的荣耀 我们要心存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看我们这几个学校的 连这个领导都很强 他们这个 有时候讲出来这个 看见有那个领受 我以前给他们做一句实话 他们有时候现在也帮我 做一句实话 为什么呢 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背 那怎么办呢 他们也会说出来 你身上感觉好像有什么样的状况 一祷告一看 的确是感觉怎么样 赶快自己去解决 解决不了的 再去 你们那个 祷告 你要感谢神的 神给你预备这些好的同工 能够看得出你有问题 就不容易了 有很多金融党 根本看不到你的问题 看到你的问题 凭着爱心说诚实话 他们有什么问题 我也跟他们直接说 因为他们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不是吃娃娃了 他们起码是 我不敢说是钢铁 但是起码是 材质已经相当不错了 碰一下不会 随便就裂了就倒了 他们现在也会 很感激 帮我 帮助我 他们自己都开始跟我讲 五八你看到 我一什么问题 你一定要告诉我 对啊 我们大家就是这样 手拉的时候 刚刚在神叫我发预言的时候 就看大家手拉的时候 撒旦就从中间要走过去 把我们那个手拉 手要把它这个坏掉 我就跟我们的团 有些我说 我跟我们的同工也在分享 我说有什么弟兄姊妹 或者有什么同工 跟你讲了你的问题 你要知道 兄弟姐妹 自家的人 兄弟姐妹在家里 都会有些局语 有些过不去的地方 但是我都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是一个家的人 这个不一样 你要把他当同工是一回事 把他自己当你的弟弟妹妹 哥哥姐姐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学 如果说我们心里面 常常容易被抵触到的时候 主要求你帮助我 能够更前辈 我该说的 当时要说 但是怎么样 求神帮助我了 使我们白尺 肝头 更近一步 白尺 肝头 更近一步 好 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 在神的面前 我们祷告 说主啊 我们是不是有常常被抵触的时候 有没有常常被抵触的时候 如果是我常常容易被抵触到的话呢 这个说我也不行 那个碰我一下也不行 那我这样答 是不是我的问题 当然弟兄姊妹可能也看错了 也可能有 或是有些领导看错了 我觉得我不承诺了 我觉得不是这样 你觉得不是这样 他们也不会随便说 对不对 他说你 他不是要把你钉在那里 叫你难为情 叫你难求 他是希望帮助你 那他们也懂这个道理 所以他们自己都会跟我讲 哎呀 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 那我有什么问题 我也会找他们一起祷告 就是这样 大家手拉到 因为我看到很多先知 他自己人高很强 怎么样 他就走单线 也不听别人的劝告的时候 很多人就走走走 就走偏了 走走就走偏了 因为自己里面有很多的罪行 有的是贪权 啊 贪 有的是贪财 有的是贪色 还有有的是贪什么什么什么 鸣啊 啊 很多贪 我跟你讲 这些贪呢 还有什么骄傲自大 通通都有 我看到一个一个摔下去 真的看到我这心惊胆战 我说主要这个场路 真的不好走 怎么办 只有自己 有什么问题 赶快谈 解决 好使我们可以往下 因为你把这一段的功课 学好了 把自己弄干净了 你下面场的真战 你才能去承受 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弟兄姊妹 我把我自己的软弱也赤露敞开出来 我们都是人 你只要有这个肉身在这个地方 你就是会有有罪的信心在里面 怎么办 叮 怎么样 叮 你不要把它自己叮 昏了 你要叮死 你知道以前呢 在一个教会里面 一个早期的聚会所 在尼佛神社 那时候都很好 那时候的教会 那么有一个姐妹 叫汪子妹 我想可能有人听过 以前要是在会所待过 那这个汪子妹呢 生命非常的老年 人也是一表人才 那有一次呢 有一个弟兄就问他 他说我看到别的人的时候 我心里面常常问 这个人是做什么 那个人做什么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心中 已经在有一个尺子在比较 啊 结果你知道 这个汪子妹怎么说呢 他说我以前也有这个问题 我对付这一个问题 对付了十年以上 现在我看到人 我不再论 像他在做什么的 他对付这一个 就对付了十年 但我们现在有 圣灵的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靠住圣灵 认罪回来 求圣灵 扑住这些东西 那我们现在还有一致 发明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长 有这个比较在我们的心中 这个就是一个功课 所以我们自己 常常要往里面去看 自己看不到 人家拿镜子 照到你的时候 感谢他 感谢他 这个这样子彼此相爱 我们才能往下走 因为后面的征战 这个责任会越来越大 谁也说了 下半年的时候 会有更多 不但同工们要出来 这个拿到包包 可能要去很多地方 而且呢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 也要开始 你们凡是神在天上 给你们打分数 这种时间够了 就可能要采派你 或是门就要打开来 连结的服事就要出去了 你们现在好好寻 外面的恩赐 固然是不容易学 但是里面的生命 更难学 把里面的搞好的 你外面 不怕神不会给你恩赐 我们感谢主 今天有这个机会 记得我们为这个 国内的弟兄姊妹 和教会祷告 为财政执政掌权的祷告 求神的手 保护神的学校 神的百姓 因为现在是神 要复兴中国的时候 好 感谢主 我们一起 里头找到 我们请 呃 佩君老师 为我们做个结束 好 主耶稣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啊 谢谢你 今天再一次的 透过五天牧师 再一次的把你的话语 放在我们的心中 主啊 是的 我们愿意更谦卑的 在你的面前 主啊 更多的回到你的爱的里面 看别人比自己强 主啊 我们自己愿意 谦卑降服在你的爱的里面 定义要在你的爱的里面 合而为一 定义要在你的爱的里面 彼此相爱 主啊 唯有住在你的爱的里面 唯有持守在你的爱的里面的时候 主啊 我们才能够在你的爱的里面 有一个爱的保护 能够有从你而来 那个爱的能力 胜过这一切的仇敌 试破一切仇敌的轨迹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愿你更深的来带领我们 更多的炼进我们 好将我们的生命 都能够成为 爱的器皿的生命 成为那爱的大能的使者的神秘 好叫别人看见我们 就能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 谢谢你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求你祝福 祝福吴婷牧师 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 更多的让我们 长存在你的爱中 你与我们同住 谢谢主 我们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我们也为下一个礼拜要教课的老师祷告 好 出声祝福他 好 那我们下礼拜见